案1 市定谷基新芳春查行 开幕营运执行报告案 结论本案恰息 案2 台北市南港平台工厂历史建筑及保留建物整修计划 结论本案恰息 请提案单位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将委员意见纳入参考办理 选一案 案1 中正区衡阳路21号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中正区衡阳路21号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 不指定古迹 不登陆历史建筑 同意解除列广 案2 北投区关渡安部地区考古视觉评估计划书审查案 结论 审查通过 并请申请人依委员意见及参考过去文献资料 补充视觉计划之内容 案3 中正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院区内 看坑视觉建造物基础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1 本案原则统一翻学堂移构具古迹价值 2 有关理办 6 其他事项 翻学堂移构目前仅于 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号基地内发现 为未来本接科及灵际接科 1号涉及地下开挖工程 开发单位应先进行视觉 以确认是否流程翻学堂西学堂登营书院移构 并以文化资产保存堂相关程序办理 请加入后续公告内容 有关临近接科第一号的土地范围 请文化局厘清后再提送本委员会 3 本案翻学堂移构并入 并入87年9月1日公告之副林总会 以扩大古迹范围方式办理 或另案指定为试定古迹 请文化局重整分析后再提送本委员会 4 其他事项 本案位于市中心地区具重要文资及历史意涵 建筑量体应该减量故应高度开发 后续请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协处 以上 好 各位委员对上一次的分析 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走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在那个继续之前 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由文化局中心地区长正式到任 也参加我们的参加 报告案1 市定古迹大道成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保护计划报告案报请公件 案由市定古迹大道成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保护计划报告案报请公件 办理情形 本府于92年公告指定大道成圆环防空蓄水池 为市定古迹公告资料降附件1 本古迹位于建成圆环建物内部 因本市市场处后续将办理建成圆环拆除作业 为保护古迹本体于圆环拆除时不受到损坏 故市场处委托莫国征建筑师事务所办理 市定古迹大道成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保护计划 办理情形2 市场处于105年9月23日 寒宋市定古迹大道成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保护计划于本局审查 本局邀请薛情委员 詹天权委员协助书面审查 审查结论为请依委员意见修正后 并检送委员意见修正对照表 至本局办理复审 书面审查记录详附件2 后续办理第二次书面审查 审查结论为原则修正后通过 请申请单位1 委员意见办理 宋本局复合 书面审查记录详附件3 市场处于105年10月28日 寒宋修正版计划书 经本局检视业一委员意见修正 105年11月4日 含附原则同意备查 并请市场处注意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34、38、42条 并去依相关规定办理 另请市场处至本委员会会议报告 乡附件4 古迹保护计划乡附件5 办理情形3 建成圆环改造工程 后续由本府公务局公园路登工程管理处办理 部公园处委托静官设计有限公司 办理规划设计 依本案初步构想圆环 将留设作为日地广场 古迹展示方式系提出两种方案 本局于105年11月4日 含请公园处置本委员会会议报告 你办 你请同意本市市场处所提 设定古迹大澳城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保护计划 及本府公务局公园路登工程管理处所提 设定古迹大澳城圆环防空蓄水池 古迹展示方案 现在是两个单位要报告还是这个报告又完 两个单位 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 好 首先我们这个工程盖要再做一个描述 第二是周边文化资产的一些调查的一个概述 另外是施工中保护措施的一个说明 第一次是拆除程序的说明 谢谢 第一个部分 这个整个计划延期是我们这个圆环 再从整个历史过程到现在的使用 那我们在民国105年就2016年 由市场处修回 那希望透过更广泛的一个公民参与 拟据公司找到更好的一个使用的规划 那目前的计划是把它拆除重新利用 做地上广场公园 那目前我们今天我们这边要简报的是 有关针对整个保护市场 试定的古迹水池 在前提下我们有做 拆除工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保护工作 那主要分为16个工种 那大概从事关安全围离到进出的管制门 一直到整个工地清洁 那我们后面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周边的整文化资产 主要目前有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外部圆环的一个工程 那第二个是我们整个二 第二个地方是直辖市定古迹 搭造成圆环防空池的一个部分 那整个在这个防空池 是在二次大战所批建的一个防空序的池 那它的整个墙 池高是2.2公尺 那池径 不好意思 池径是11公尺 那当时我们在田平的时候 新建这个圆环工程的田平的时候 并没有造成起太大的一个损坏 那现在也被订定为直辖市的一个古迹 那我们在施工中的保护 呃其实在这一次主要最重要的是 在拆除这个圆环 从这个部分施工围离夾设工程 到古迹保护功能措施 到整个建造单位查验 然后外部的一个围离的玻璃拆除 然后一个玻璃帷幕的钢构拆除 RC结构钢构拆除 RC结构拆除 跟整个环境境域 那我们都会以这个保护这个蓄池 为最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在整个保护工程的一个措施上面 我们主要呃 可以分为几个 当然这个程序是我们已经跑 呃整个跑完到整个那个 呃拆除了保护的备差都已经拿到了 那现在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做它的一个保护工程的构想 第一个是我们当然要防止施工坠落物 掉到这个磁体 破坏它的整个结构物 那第二个是我们在排水的工程 那因为固定的这个位置和骨基内部的磁体低于周边的地面 那所以我们内部要设定一个自动抽水机 那随时把这个水 积水做一个抽搐 第三个是避免人为入侵破坏 因为在施工过程中 当然周边很多的积聚人员 那我们要把做一个区隔 让说不该进来 进入破坏骨基的这些人不能进来 也避免人为的一个伤害 那这是我们在整个维护保 保护上我们大概 呃会以台北工厂骨基的挪位工程 而做一个示意参考 就是说我们把周边 立了这些支柱然后整个把帷幕围起来 不要让外部人进去 谢谢 那整个拆除程序的一个说明 我们第一个部分 主要是周边的这个障碍物 要能力打出 因为我们周边跟我们这个 呃空间已经不够不够大了 所以大型机具是无法进出 所以必须用小型 人利用小型的机具 然后在这个上面做一个拆除工作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做一个保护措施 就是在它周边 我们周边要做一个围离保护 然后上面做顶盖 要避免所有东西跟人员的进入 那这是我们在整个文化局审查的部分中的 这个报告处里面 提供出来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工法 那其实很单纯就是用HB HB 大概立在旁边周边 然后上面我们再用这个浪行板 去做一个保护 让它整个尸体原本的结构器 就是被盖在一个里面 然后外面才去做尸体的一个拆除工程 那这是我们拆除了一个程序的一个大概 跟实体的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保护措施做完之后 先拆除外面这个帷幕锅里 接下来 那我们在整个拆完之后 再拆里面这个RC构造的部分 这个RC构造的部分 那我们整个拆除说明 主体工程的拆除 其实是不含这个地下一层的结构底 所以我们在整个做的过程中 其实跟这个所谓的5G这个水池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工程去影响它 那也不会破坏到它地下结构部分 那也依主办机关的指示 就是为求地下是开挖的安全 周围土的安全 那我们只做地上的结构 那也请那个结构机器做了整个周边的结构的一个计算 跟一个签证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线看也看了很多次 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只拆这个圆环 新的这个十多年的一个建筑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很快速的 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做一个 拆除的一个说明 谢谢 各位好 我是代表公园处 靖官设计是一个章格迷回 那我们继承圆环拆除之后 紧接的是用公园处 来做一个发包的动作 那主要是做广场的使用 那所以说我们针对 在我们兴建这个广场的过程当中的施工中的保护 以及完工后骨鸡的保护设施 我们会相关来做说明 那这是我们进程圆环里头的骨鸡的位置 那现在的建筑物是在外头包覆着它 但是相关的内部的状况 那骨鸡保 施工中的骨鸡保护措施包含 就是我们要防止风雨的侵蚀 以及施工中加强它的排水功能 还有避免施工的时候坠落物 以及外力的碰撞 而且避免不当的人为破坏 那所以我们进行了在整个骨鸡外围呢 骨鸡一垢的部分呢 外围我们是做一个木座的保护墙 把它保护起来 然后呢在外围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钢垢的棚架把它包覆起来 那在钢垢的那个基础座之外呢 我们设置挡水沙包 那增加了一个挡水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建筑物已经都拆除了 所以会有一些防水的问题 所以在这防水跟排水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加强 对于它风雨对它造成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针对外围 以架设钢垢的桶架 然后并且沙包挡水墙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骨鸡本体里面呢 我们就用防状的保护泡棉 以及保护的木板墙来包覆骨鸡 避免因为我们的施工震动造成骨鸡的伤害 那这是我们的示意图 就是我们的保护示意图 包括我们利用木甲板以及保护泡棉 来减少它的相关的碰撞 然后上方是用金属浪板 以及行钢的方式来做一个保护的措施 那这是的抖面图 那将来我们在做骨鸡本体的 那个广场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它的外围设置一个保护 保护墙的结构 那它的将来的抖面造型会是这个样子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施工 拆除工程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邀请相关的单位来 汇看我们骨鸡的状况 然后呢 并且在开始进行对蓄水池的保护措施 那最后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相关监造单位要进行查验 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外围的井湾工程的施工 那并且它的蓄水池的采光造施工 以及蓄水池的保护设施的拆除等等 最后我们是会做相关单位的查验 来确认我们的蓄水池是完好的 那我们完工后的骨鸡保护设施相关的说明如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成圆环广场的一个设计 那当初的设计想法是希望从都市的角度 开发的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广场 因此我们找到了1945年以前 圆环它其实曾经是一个圆公园 我们希望将圆公园这样的意向 能够回复到我们这个广场里头 然后能够将这个历史记忆的脉络找出来 然后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出发 包括将来当时的一个圆公园所种植的植物 我们也希望把它种回来这个地方 然后它当时是种七里香 根据调查是根据资料是种植七里香 所以我们将一些香花的植物 把一些香花的一个元素带进来到这个广场里头 那我们这个古迹的保护呢 会希望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进行的特别保护 能够让民众能够知道我们的建成 我们这个圆环广场里头 有这样的一个二次大战的一个相关的移基的证明 那我们有两个方案就是它基于保护这个古迹的本体 以及避免民众就是误掉落造到古迹里头跌落进去 以及它的一些防水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是建议是加盖的一个方式 那是以玻璃采光照的方式 那第二个方案呢 是我们从都市的景观 以及视觉的景观来讲呢 我们是采取了开放式的一个栏杆的行为模式 那这两个方案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讨论 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个基本设计的一个审查会 委员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省议委员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是否应该要开盖或是加盖的保护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提出了两个优缺点的比较 包括针对这个古迹本体的加盖呢 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民众不胜跌落的安全性问题 那第二个呢 它其实有去古迹防护 包括它风吹是在于你这件事情 针对我们的古迹的保护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呢 也是可以避免人为的破坏以及脏乱的问题 因为它是低于我们的GL下方2米多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高差 那民众如果很容易就东西掉落下去 它要去减它也是不容易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的问题当中也就是开放室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开放室的问题就是它因为没有视线上的阻隔 它可以拉近古迹跟民众之间的关系 但是其他它就会有比较安全上 以及日常维护管理上的一个问题 那这两个部分就是包括开放室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非常多受到天后影响而烈化的一些问题 甚至我们古迹地面的一些产生的一些落叶 不易清洁等等 那甚至担心夜间会有空间上的死角 那因为我们是在建成圆环 那我们在做这个设计之前 我们针对周边居民的访谈 那他们都担心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治安的死角 所以他们也非常希望说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考量广场的安全性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把这个部分 纳入到我们古迹是否要做加盖的保护方式来做处理 那这部分也请会委员给我们一些指点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相关口面 加盖式的方面呢 我们是离地面1米2的高度的一个加盖方式 所以基本上视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障碍 那但是我们是采用采光玻璃的方式 并且加设一些透气孔的设计 所以是希望说将来在日常维护管理的时候 他是可以藉由广场的地面可以下来到巡查检室 然后并且整理、清洁、维护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一个维修动线 那在那个开放室的话 其实是可以直接下来做维修 那但是我们还是提供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出入动线 进到我们的古迹本体来做巡查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开放保护 进行保护罩的一个模拟图的一个模拟示意图 大概又是这样子的一个景观 然后这是捧面图 下一张 然后再来是那个我们开放了之后 是以玻璃的一个栏杆的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让他视线也是可以穿透看的进去 那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那也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将这样的维护 能够呈现给一般的市民 然后让我们藉由这个广场的诊件机会 让古迹可以安全地保存下来 然后让他能够参与圆怀未来的发展 以上的报告 请各位委员给我们先指点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在对这个案子 有个部署长表 大家应该可以分享 对 对 肉质在一起 因为这个案子 我负责审查 那主份单位建筑师提出来的方法 我们有看的 但是今天这个市长处这边提出来 这个我们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两个时间我是建议 在施工中的那个保物的那个构架 把它留下来 跟未来我们要开放或者是架盖 或者是这种构架 能够把它移试 这样可以省一些经费 好吗 以上 那我这个委员 其他委员 要请到 这个案子 本来它的意思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实体 就是续线厕所 有记的部分 一个是那个场意上的一个 历史上的发展 那这个有很多很多可以 我想这个大概是 就是我们过去的文化 就是比较偏重在实责方面 那个场意的社会的意义 这个发展好像在缺乏这个季度 那我是建议 我们虽然这个政府单位委托别人 这个有关的单位 这个其实做保存的计划 这个非常好 但我也想互带希望有一个主题 把这个空间场意的这个历史 希望有完整的一个记录 因为我提出这一点 主要是基因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说 这个日本的学者 曾经在光复以后 日本的学者 社会学者 曾经到台湾来做社会的研究 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三社会的一个代表 第一个社会就是血缘分 第二个就是厂域上 工作厂域上都有阶级的分 对不对 你在家里老爸永远就是老爸 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你在职场里面 总经理在怎么样 私生活怎么样的 在场域里面 要装得非常很有权威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没有 没有社会 这个就是第三社会 那有一个矩阵就是 过去呢 我们外交部长叶光超 他曾经吃下就是晚间 就穿着拖鞋到这个牛肉面 后来被发现了 他赶快跑 因为他就说 他没有心理上 没有这个身份上的一个分担 像这段历史呢 在过去日本学者 他非常深入的有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这个关户之后 台湾非常有名的 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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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部 过去的这个能够印出来 这个唱这个滑湖 滑野滑湖 那这个地方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销售中心 或者展示中心 过去有很多清末以后 那个秀才 那个自治时候 光复以后没有科技 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靠这个写滑湖 滑湖现在很丰富 我自己是收纯了一些 但并不完整 我是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台北市 台湾的一个文化 会有文化股资产 可是过去好像 没有人去重视这一块 去帮忙收集这一块 过去有很多秀才 写成那个滑湖 滑湖 现在有人收集 但那也是这个 过去就在这里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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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场意 就是飞而讨 这个飞而里面的记忆 常常被忽略 但是这个空间场意的意义就是 它的价值是在乎 存在这个历史的记忆 历史的活动 那过去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那么环渗呢 因为那时候 重庆 北路 还没有纯通 还没有开通 所以整个夜市呢 非常 非常这个 热闹 非常热闹 我是觉得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样做 是很用心 但是我是觉得 实体的以外 除了日记实话 保留的这个细水水 以外 希望也把日子时候 清朝时候 跟光顾以后 这个时候 有很多 这个历史 这个常名的 生活文化 能够有事当的一个记录 像我们今天这个地方的时候 手写的 都比较简单 我是觉得很可惜 我们这一代 还有这个记忆 那过几年 我们这一代没有了 那这个记忆就没有了 就很可惜 就台湾就缺乏 这一段 就是常名生活的空间 跟生活的记忆 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 董事长委员 您来讲 好 那个 请教一下 第八页 报告的第八页 上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 另一点 就是那个叫做 监测这个事情 裂缝机跟那个监测 因为这上面都没有副资料 到底 过去 因为这是为了那个 地底 这个做的监测 但这个监测之下都没看到 我也不知道 经过多少年了 这个 公园是公园处负责知道呢 还是文化局负责知道 说这个上面没有任何资料 就是说看副建议好像也没这些事情 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目前到底多少年了 裂缝有没有增加 或是会有没有怎么样 谢谢各位文员的意见 然后关于那个裂缝记呢 其实现在已经损毁了 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它是已经损毁的状态 这个部分是过去为了监测而做的 那长期监测 那到底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应该内入考量吧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再多注意原来的文化资产的位置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边就是不只是一个蓄水汁而已 这个蓄水汁的水从那里来 还有好像这里面有四个引擎的样子 这个排水怎么排水 应该这边应该再加讲一下 不只是有一个圆形的 有一个红窗座的东西就留下来 就是文化资产的意义不是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公园的设计 公园的设计的图都可以 哪一张都可以 这张也可以 那比方说这块绿地跟原来的那个圆房 或者以前的那个小字增 很多小字增的那个位置有什么关系 应该每一条线应该要多一点观燃 那个原来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一个关系 好像以前这个原范的当中 有那个电线港也有看过 那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复原的意思 就是原来的这边有很多线 那种线应该这个公园里面 公园的设计的时候反映 我的意见以上 谢谢 同样这张图里面 我觉得公园处跟文化局就是很明显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 所以就是对于公园处的设计来讲 好像就是把文化资产就是包在里面 然后最好我不要跟它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觉得从就是虽然有两个方案 A案跟B案 其实这两个案子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文化资产其实是一个被封闭在里面 然后跟到公园里面来的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接近的一个这样子的 空间的设计的方式 那我提那个横滨的一个案例 横滨因为在跟东京一样 关东大地震之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房子都倒塌了 那这些房子就被土掩埋住 可是在近年因为开发的关系 慢慢就挖出来一些遗迹 那他们遗迹的做法有两种 有一种就是让它变成是公园的一部分 所以人就可以直接走进去 但因为有高差 所以可以用坡道楼梯各种方式 其实是可以走进去的 而且我们的平面没有很复杂 其实还蛮单纯的 那另外一个第二种手法是 如果他不太想让人家进去的时候 当然你周边会围起来 可是他会适度的拉平台的一部分的楼梯降下去 然后让人家可以从下面比较低的高度 可以来感受到就是过去那样子的一个 专强的氛围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之前就是应该是说现在 就是说其实好像是有观景台 不过现在那观景台看起来是 你们应该是会拆掉全部都重来 那那个观景台我觉得当初用意是不错 可是它有点可惜的是 它的高度没有降下去 所以可能对一般的人而言 其实还是觉得就是那个可看性并没有非常的高 所以我正在想说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就这个方案 可不可以暂停 就是说公园跟文化资产彼此的相容度 可以更高一点的设计案 谢谢 其他委员还没有视角 有没有 来请 我也回应刚刚委员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 你所提出来这个整个设计的那个 那个理念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 古迹当作是一个都市视角来面对 所以你所提出来这两个方案 好像就是中间可以通过材料跟技术方式 可以让大家能够两方面能够把它融合进来这个设计 我是觉得可以参考刚刚委员所提出来的意见 来做更好的一个提出 那第二点说 如果说我们后面必须要有一个采光照的提出的话 那因为这个采光照目前在台北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气候的那个差异非常大 所以上面所选择的那个材料 很难抵挡这么剧烈的气候温度的变化 所以这个材料对气候的这个稳定性如何 这个我想也要请你们提出一个评估以上 那个我还是呼应前面两位委员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对这样一个古籍又希望说能够保护 可又希望说人可以某种程度的接近 那这个当然我了解这个设计单位跟国研处之前 也在这两个概念下做一些考虑 那我自己倒觉得就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开放式的 进去走就像我们参观这个 这个冰马泳博物馆都可以 那当然并不是说这样下去下面就毁了 可是还是要规划一个路径 那次之的话就像刚前委员讲的 至少你可以有个观景的地方可以看 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这是我第二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 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是非常好 就变成open space 因为那个大造成这里其实极度缺乏开放空间 那这样一个圆环其实有历史的意义 台北市现在圆环的这个空间形态一定所胜无几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所以第三点我就要建议公园初还是想一下 这边虽然这个公园立地 可是那个当作一个都市设计跟都市开放空间的时候 简单做我觉得是很好 不需要太复杂 可是那个设计的概念怎么样落实 包括刚刚有报告说这边是气底箱 可是气底箱是算是比较矮的灌木 那其实从台北市都市计划角度来讲 其实对行道树这个区域的一些植栽 事实上应该有一些规范 那所以我也认为就是说 除了基地的古蹟跟这区是一个重点以外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范围画大一点 想想看未来在这个大造成区有这样一个空间 它虽然不像巴黎的凯旋门那么厉害 波尔卡吉利克就是经过多年以后 一个荒芜无法適当使用的状况 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都市空间 跟古籍保留的状况 以上共产好 其他委员有没有指教 那这部分可不可以跟委员会建议 因为今天的那个拆除的部分是 原来的监测跟拆除的管理单位是市场处 那其实米老师提的那监测的资料 可能在市场处再提供补充说明进来 那第二部分就是拆除的跟后续的在开发的 跟公园设计部分是两个方案 那两个方案可不可以跟委员会建议 拆除的部分让他市场处这部分先通过 至于公园处今天才提出来 因为他也提了一些提捐方案 代表他的方案其实很有定案 那可不可以把委员的意见纳进去之后 之后的再设计的利用方案 再提委员会做报告 做个脱钩的处理 以上建议 好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我们就这样通过好不好 那但是委员刚才提的 尤其在后阶段的这些部分 有些是像这个刚才新闻委员提的这些 空间的这些历史 其发展的期议 那些一定要慢慢进入 好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案件就照刚才这样的建议 应该通过 这个拆除的部分 原来通过 哪个后续的部分 会出在庭 好谢谢 我们请进下一个案 报告案2 新北投车站重组工程进入 即后续预域管理 报告案2 新北投车站重组工程进入 跟各位委员做 简单的报告 我们简报方法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工程的前期的大事基要 第二个部分是重组工程 第三个部分是过程中的一个公民参与 那 新北投车站是103年1月12日 在公私协力的方式 很不容易的从彰化移回台北 中间也经过61次的文资委融会审查通过 要委托赖哲俊建筑事务所来进行重组工程 那过程中也经由文资委员的这个指导 在104年5月27日工程 是委托宜家营造公司来进行工程的发报 那在104年的7月22日开工 那整个工程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进行原有幕料的一个整理 这部分我们是在工厂内进行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重组地点 重组地点因为在104年到105年之间 那因为居民对于这个重组地点 有一些居民对于重组地点有一些意见 那在我们从103年7月开工后 就不断的在工厂里面就幕料来进行整理 那期间的部分就是在进行 另外一个部分就在进行那个重组地点的沟通协调 那中间也办理了三次的工厅会 发展局也进行了两次的地点的量体模拟 那最后在105年的6月 那终于发展局通过都市设计审议 来定案说在一个低的这个位置 来进行整个工程的一个重组 那我们原来重组的工程 在幕料整修在105年1月的时候就告一段落 也就在这个督审通过后 在105年7月来进行复工 那以下就重组工法的几个原则 来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就修复原则的部分 因为整个新北投车站从1916年完成到 已经大概就100年 那期间又经过拆迁到台湾民储存 因为台湾民储存破产 所以说中间有一阵子闲置没有人管理 其实当时移回来的时候 整个建筑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那我们采取的原则就是以保存最大化的原则 来进行整个这个木料的修复 那原有的材料尽量就是进行修补 那并以新木料取代说有部分材料 它可能譬如说像我们图片上看到 它有一些损接的端点都已经损坏或腐朽的木料 用新的木料来替代 那但是如果整个木料 那有的部分是在暴露在外面的损失 损害也严重的 已经都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用新的类似的 尽量接近的材料来取代 那我们新材料 有一些民众有質疑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使用台快 那因为台快目前已经进采 在实物上材料上取得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目前是采用与台快性质相近的 阿拉斯加扁薄的一种黄快 做一个接续的修补的材料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图上 新旧材其实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下一页 那另外有民众有询问说 为什么没有使用钢棚架 那刚刚有跟各位委員做一个报告 我们这个案子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旧木料的一个清理跟修整 是在工厂内进行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重组地点确定之前 我们已经在工厂里面 就是很仔细的来进行整理 那我们到现场之后 地点确定之后 我们到现场是进行一个重组 就是把那些构建 在现场把它重组起来 那就工法上的话 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是将屋架在旁边间主力之后 以吊装的方式直接在现场把它组合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第一个就是没有比较 如果我们设施钢棚架 会影响施工的操作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重组 其实重组的时间相当的短 我们大概只花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完成了整个主要构建的一个组合 那只要构建组合之后 我们目前已经上了野地板 就可以发挥一个档椅的功能 其實如果在這個時間設置鋼鋒架 其實並不是很有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綜合的考量對相關的因素 在考慮節省工廠上 我們目前是沒有使用 而且因為我們的木構架 在工廠的時候都已經使用護木油 具有一定的防水性 那我們施工過程中 也盡量如果是有木構架在旁邊 我們都會以帆布進行的保護 那有部分的施工 我們會在旁邊的一個小帳篷裡面 來進行作業 來盡量減少雨水的影響 另外也有民眾質疑說 這個京北樓車站是不是都沒有使用釘子 其實我們車站的主要結構體 包括柱、糧、屋價的部分 其實是大致上是用水結的 原則上都是用水結的 但是有一些補牆的部分 像我們這邊因為是木構建 我們為了當時考慮防震的部分 會有加強一個拉力感的部分 我們是需要有鐵建 而且很多細部的部分 像門窗或是野地板的固定 必須要用釘子來釘 其實日式的建築 他也沒有強調說是完全不用釘子 我們當時可能有一些人他只是強調說 其實就整個主要構建 柱糧的部分是使用損結的方式 可能讓民眾以為是全部都沒有使用釘子 這個能力做個釘清 其實這個當時在彰化組合的時候 其實他組合的方式也是比較粗糙一點 就會使用了很多釘子 另外就是有關老虎窗的部分 那老虎窗的部分民眾有質疑說 為什麼女權看起來好像老虎窗 都沒有使用舊有的部分 那其實老虎窗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老虎窗在當時 從彰化儀回來的時候 其實木料經過100年的使用 其實都已經相當的... 因為它是暴露整個暴露在外面的 其實都已經腐朽得相當的厲害了 我們經過整體之後發現說 如果繼續使用將來的可能這個... 因為它的防水性也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都是最後是用采用 仿造原有材料的這個形式 跟材質的部分還有組合的方式來去新作 然後我們將來會盡量將這些舊有的材料 再去重新的去組合 那將來做一種展示的說明 但是它已經實際上 沒有辦法使用在新的建築物上 那其實我們這個案子也都參考了 整個文化資產法24條的 因為這個目前新北斗實在還沒有一個文資的身份 所以我們盡量是採取一個比較高的標準來進行 那以遵照原有的型貿與工法 那如果因故毀損的話 我們就是按照原有的型貿這個材料 然後提出計畫後 然後也經由專家學者來給我們的一個指導 然後我們採取一個現代... 必要時是採取現代的科技與工法 來增加它的防震、防災、防潮、防住等這樣的一個功能 增加必要的一個使用的需求 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將來的3D的組合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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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段中間的過程我也非常重視公民的參與 那我們整個的修復工程的資訊 我們公開在我們的本局網頁上 包括這個施工資訊、相關的技術、施工照片等 那中間的過程在上涼典禮的時候 我們邀請民眾來參加上涼典禮 然後做這個一起做這個木料的圖護木遊的這個活動 我們也做進行工程的整個說實攝影 都公佈在我們本局的網站上 民眾都可以這個去下載了解 然後我們也進行工程整個紀錄片的拍攝 將來完成後也會向市民來做報告 那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都非常都比照這個工化資產的這樣的一個高規格 邀請專家學者來進行過程中的相關的審查會議 還有這個審查這個過程的一個監督跟指導 好,以上,謝謝 請問大家有沒有知道建議的做這件事 有沒有 就沒有的話,太差了 不好意思,因為水北投策站我比較不是那麼熟悉 我可以請教幾個問題嗎 第一個就是因為圖片裡面有一些部分前後不是很一致 那我不是很確定,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那個老虎窗的部分 因為原來是3加1 那在後面的那個3D模擬圖 看起來就是那個4個是均分那個寬度的 那我不曉得那個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那個屋頂、屋瓦的材料的這個部分 因為從封面的這張舊照片看起來 它原來的那個屋頂至少不會是日本瓦 因為日本瓦是後來搬到那個民俗村裡面去做的 所以它原來的屋頂,零形狀的有幾個可能 有一個可能是十斑瓦,有一個可能是十年瓦 那有可能是十斑瓦配同斑瓦就是那個極的部分 那在那個3D模擬圖裡面 看起來就是那個瓦片是零形狀的 所以應該不是用日本瓦去布園 應該是 我不曉得現在是用什麼材料 那所以就是說對於布園的這個部分 除了木構加之外 它有包括它屋頂的形式的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做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因為畢竟那個從外觀上看 那個屋頂站很大的部分在視覺上 所以如果屋頂的部分沒有處理好 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擔心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 你們有提到那個結構補牆 那可是從現在的資料裡面看不太出來 就是你們結構補牆有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做 那因為它室內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那個木造哥哥的樣子的形式 那我不曉得就是你們現在的 就是結構補牆會不會影響到 室內在看的時候的那樣子的一個 行報上面的問題 那以上這個問題 謝謝 結構補牆的部分 這張照片應該還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有用一個拉力感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結構補牆 就木構造的部分來去做這個加強 那老骨窗的部分 來上面 3D模擬圖 老骨窗的部分 我們是都按照原貌去把它進行這個修復 所以 因為原貌有 有最早的原貌是3加1 然後跟民俗村的時候是4個是居分的 所以你們是恢復哪一個 謝謝 我們是負責 是恢復成3加1的部分 就是照它的歷史的這個發展的軌跡 這個狀況 那這屋頂的部分是採用銅網 是採用銅網 全部 全部都使用採用銅網 可以請教一下 全部採用銅網的依據是什麼 這部分我請問我們 建築事業來做的作用 因為事實上有 就是大概1937年的時候的照片 還有就是一些文史學者的考據上面 是提到說 這個部分是以前是用銅網的 那可能戰後的時候改成 因為可能是戰爭的時候被拆走了 那戰後的時候是用那個十年網 然後到那個彰化的時候 才又變成了那個什麼畫網 那所以我們 陳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 言理是以紅那個童話 來作為那個回復的依據 謝謝 謝謝 請假設 庭局 額 錦標 表 國各國 工程進入及後續營運關 辦運專門 管理的部門請在 рокив 我們要先報告還是先把這部分知道完 這部分還有其他一點 好 如果沒有其他一點 我們這部分就同意費賞好不好 但是我幾個建議 議會在哪個例子要猜測 有關的話對我們這個文化區的努力 跟大家的參與得不到肯定 他那個一錘一錘這樣敲 我們都沒講清楚 只講一個說我們要把這個全部資料送陣風 一般送陣風都是很糟糕的 我連去監察院我都翻臉 一輩子沒有進過法院 以證人傳訊我那會被做蚊召 我想這個要建議 第二個就是說不管刪警或這個案子 我覺得在過程上都是得到很大的關注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對民眾的期待、抗議、溝通、化解、推動、進展 應該有一個過程模式的紀錄 這在未來的處理會有一些相關的參考跟依據 我想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建議 好 我們進行第二個部分管理的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委員 大家好 接著的接續是新北投車站有關的營運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的部分的報告大概分為五個樣次 一個是有關於這一次第一章的計畫與目標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為而配合這個計畫目標的一個實成規劃 第三個是有關於目前我們基金會進度的有關新北投一些拜訪的工程進度 以及相關的一些文化團體的拜訪 第四個就是有關於未來我們11月底會成立一個義務管理委員會 跟相關的工作小組跟各位委員提及各位訪問報告 那首先第一章的話因為 新北投火車站自北火館成立之後 算是第二個較大的一個營運單位 那未來我們將會以火車站原來的精神跟意義 來發揮一個入口台語向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從105月8月到106年3月 所以就明年4月我們預計開幕 我們將會擴大這邊的居民的參與 包括我們會擴大一個社區的一個滾動 10月5號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做一個義工的招募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第三項的 一起蓋現在的老車站這個部分 然後那天有填一些試約卡 然後擴大公民參與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積極在踐行 包括成立積極管理委員會 跟12月份預計北投老闆 後面有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那同樣的在106年的3月到4月這兩個 因為期間上已經接近於開幕只剩一個月 所以我們這個月會擴大有散播的一個動態與靜態活動 包括西北有夠站的動態的一些導覽 一些回娘家還有一些好玩的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相關這部分的話我們陸續會公佈在相關的計畫裡面 那4月的話我們會等整個歡迎西北投火車輛回來之後 會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經營管理制度 跟訂定每年度的經營管理計畫 也讓西北投火車站能夠發揮它應有功能 包括了一個復會管理 然後還有一個體驗營 還有一些主題上的跟每年的一個年度展 那也希望能夠設一個有關於觀光 因為未來它會在結論站旁邊 然後會設一個民眾服務的部分 然後也會配合當地的一些生態教育的一個團體來做一些推導 然後一些附近的管所 然後找一個北投生態園區的博物館的一個意向去做埋進 下一張 然後我們的這個部分的話會配合整個工程行程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會做一些稍微的調整 那目前的計畫的話是從明年的2月大概現在目前 從11月5號上涼之後到2月我們會做一個現收及時照的申請 那3月的時候之前我會配合有關於內部的一個主要手展 然後會做一個內部工程的裝修 會跟建築師這邊來做一個配合 還有未來的古蹟的一些特性 然後來做一些試營運的一些動作 然後第4月1號我們會開始做一個 因為剛好三天的連講 我們會做一個配合這個營運的部分 所以我們配合這個目標把它分為三個期間 然後相關的細節大概是啟動期間也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是並行的也希望能夠達到剛才所說的 有關於居民參與以及活動 甚至大及未來營運正常的一個目標去前進 下一張 目前的部分的話我們還是著重在地方的公民參與 及活動整合 因為我們未來目標是著重在經營館的部分 然後也希望能夠居民的聲音能夠進到我們的 整個工部門的組織進來 所以我們從9月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參考北溫館 是一個非常受到帶地方肯定的一個義務管理委員會的組織 然後開始拜訪地方的里長及相關的文化團體 包括文化基金會 北投的文化基金社數人團隊設大 然後有拜訪地方的美術館 以利於未來的視覺上如何利用館所的現有空間來做一個展覽 然後包括地方的參觀學界這部分 然後我們希望是說未來的展覽 從義務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 能夠開始著手所有的相關的細節進行 所以有關的在行政的部分 請看下面5號的部分 北溫館的管慶 剛才建築師也說過 我們也有配合做一些有關育工招募 以及現場寫一些寫婦卡的動作 然後這個地方的匯碼畫 我們也會配合當時來做一個4月份來做一個展程 那10月16號的部分 我們的有關與委託的主契約 北京請文化局這邊大力幫忙 未來希望能夠銜接的順遂 然後也會在月底召開第一次的義務管理委員會 下一站 那第一次的義務管理委員會 會因為是一個地方參與的重要里程碑 所以我們將會當天 預計會召開主要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委員會領選 由世界委員裡面 世界委員這部分我們等一下會報告 那另外還有一個會通過委員會章程的內容 還有會領選一個有關於推動這個部分的 就是開目前有關相關活動及相關內容的一些小組 及相關成員 那也會針對這個議題來做一個討論 下一站 那目前我們暫定的部分是包括了一個 這個義務委員會是由公部門及地方的學界及相關的公民團體 及文化團體來參與 所以總共是由19個人來領選一個委員 然後包括了地方相關理長三人 社區代表二人 那公餐會一人及學校單位有三人 志工代表一人及公部門 也就是涵蓋所有應有的領域 然後以個人作為代表 然後後面會有相關的團體 能夠讓整個地方聲音全面的參與在這個部分 下一站 然後當天的部分 剛才有報告行程的部分 就是我們會有四大議題 然後會跟委員來做一個討論 相關這個未來新北投博車這樣的運作的內容 那也會請官民公安委員會由公部門這邊處理 以及私部門這邊的支持 然後有七大目標 那也會報告現在目前的一個組織的成員狀況 然後讓整個成員能夠了解目前的組織 那聘期兩年那可以連續三次 還有相關召開會議的期間都會跟委員做 當時的義務管理委員會成立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報告 我們下一站 然後未來的成立當天我們就會著手 因為時間上面從十一月底到三月 其實中間還卡一個過年 所以時間上很短 我們將會成立五個小組 包括需要最長的社產小組 我們會找地方的文化團體 然後這部分我們會去陸續拜訪 我們目前暫定是以崇慧師委員 還有比如說台北市文憲館 然後還有鳳甲北投文物館這些部分 從美學的觀點及歷史的實料提供 去組成這樣一個小組 然後能夠從新北投的從1916年到現在 目前的搬回來的情況跟新北投的全國的群民來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也會成立一個新北投的商品小組 以新北投火車站的一個鐵道環圍特色 那主要在這個展場空間裡面能夠呈現一些相關的特色上面 把它國際化然後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深度以及長流在新北投 那活動小組的部分我們會分兩塊 一塊是有關於就是現場的導覽 那另外一塊就是深度的一北投 我這個剛才所做的平台做一個往外推展部準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有關於教育推崩小組 就是以北投社大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深度 就是深度導覽小組 這個部分也會請當地的一個文化年輕人團隊叫說書人協會 那後面我們已經有物設一些相關的配合團隊 那請委員過目 包括了活動小組的北投社大文化基金會 其實商品小組北藝大這個部分 跟溫博館跟創中小賣水這部分我會做參與 然後測展小組部分也會做一些參佐 那教育推廣會請北投社大來升職在地方 那當然小組就由當地的年輕團隊做推動 下一張 為配合這樣的目標我們把它分為五個小組 第一個小組就是測展小組 所以第一指向就是每個月的一個進行目標 那希望能夠到三月能夠從測展的資料的收集到後來的展程 能夠完成一個具體的呈現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活動小組的部分 包括我們現在也有拜訪地方的七一團隊 還有像古劇團跟現在的曼丁劇團隊 然後未來會配合當地的一些社區 以及學校團體來做一個有關活動部分 那第三個是有關導覽團隊部分也會做一個接洽 那第四個是志工的一個照看 那第五個是我們會請北一大集送業的這個模式來臨選 所以我們不光光密集規劃到執行 規劃執行到計畫到位到車站試運 我們有一定一定的計畫 以上是有關於新北投火車站的一個相關的執行報告 好 謝謝來 以上文化局這個普通 因為未來的新北遊車站在建築完成之後 是交由文機會來做後續的營運 那至於這個細節的部分 那今天是提請委員做參考就好 因為還有很多他的程序部分內部 還在做一個確認跟討論 那以上提醒委員會參考 我也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出面資料或是有檔案 有 大家知道 如果在過程中看到 有數據都知道的話 可以的話我們就繼續下來看 謝謝 我想請問 因為剛剛有提到 還有很多後續 就是譬如說12頁 12頁那一張透視圖 因為它其實是在一個公園裡面 我們今天當然是針對北投車站 本身的建築物體來討論 那我是看到十二頁這一張 因為這個 因為它其實我不是曉得它坐落的方向性 那主要我提出來主要是說 這個招牌跟這個 感覺好像不是很一體性的設計 所以關於這個周圍景觀的這個設計規劃 是有哪一個委員會在負責討論嗎?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而且它在公園裡之外 因為剛剛又提到 未來它又是資訊中心 可能會有很多功能 所以我們到底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來作為這樣的引導 是不是有哪一個委員會 對,有在負責討論這件事情上 是的 就是說事實上這個部分 它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加就是一些設施 需要那個灑水的設施 它需要一個機房 那本來機房它可能需要的那個水箱 但是它量體很大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設計 已經把它地下化了 那這部分只是機房的一小部分 就是說把它成為我們的 就是等於說配合這個景觀 那因為周邊的話 我們主體建築物是木構造 那但是因為周邊的話 像我們廣場的部分是 事實上比較素補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並沒有在這個機房上面 就是增加比較多的設計 就盡量讓它是跟大地 跟這個周邊環境能夠結合 所以是這樣子的方向來設計 我們再過來 這個這邊在過程是還是隨時發明過 因為我們這找到 讓這個問題會有那麼麻煩 在往這個問題 或是在 behind the wall 或者是在這方面 那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請問 你準備 現在的那個復原的這個車站的位置已經原來的位置後退很多 所以還有這個建築的那個方向也原來的那個方向 那鐵路是好像T字形一樣這樣子進來 所以以後的一個是這個整個北東區的 北東汙泉區的一個觀光或者那個參觀的一個路線的問題 那個現在的位置不太可以說不太順 所以有一點那個有個先出來又後退看這個這樣子的那個位置 所以周圍的那個景觀設計 以後的景觀設計很重要 還有國東池的問題 還有以後的那個鐵路 還有以前的月台的那個位置怎麼強調 或者其他的方式呢 我想這個以後的周圍的設計應該要注意上 那個跟老師來的委員報告 然後大概他這一次 是 第一個講一下那個圖是示意的 並不是完全正確 所以剛剛那個說好室內的位置不太一樣 跟現在您看到的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大概這個建築車站的主體